常見問題 如果我遺失或損壞其中一支採便管 應該怎麼做? 你可以用餘下的採便管採集樣本 通常採集一個樣本也可以進行測試 無需補發那支遺失或損壞的採便管 如果兩支採便管都遺失了 或者損壞了, 我們應該怎麼做? 那就要跟醫生聯絡, 要求補發採便管 是不收錢的 不過在每個篩查循環, 即是兩年內 你最多只能夠獲取四支採便管 如果我在四天內只能成功一次採便 應該怎麼做? 你仍然要將那個樣本 在四天內送到收集點 我是患有痔瘡 我可以接受大便的忍血測試嗎 只要治癡沒有出血 你仍然可以接受測試 但有出血的話, 你就應該提醫生 我的測試結果呈陽性 是否有大腸癌? 陽性結果是表示 在大便之中驗出有忍血 原因有很多 未必是由大腸癌引致 重要的是跟醫生商量 作進一步的檢查 確定出血原因 如果結果呈陰性 我何時要再次接受西查呢 建議你在每兩年再接受西查 我計劃退出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是否會影響我作為先導計劃 參加者的身份呢 由於先導計劃 是建基於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因此一旦退出互通系統 就會自動退出先導計劃 在計劃下 你的醫生將不能再檢視你的紀錄 亦可能會不被通知西查結果 我心大心細 不知道應不應該參加 每位參加者在加入計劃之前 應該詳細閱讀和了解 計劃的目的、內容和流程 亦要考慮到本身的情況和需要 我們建議有興趣的人士 可以瀏覽網站 或者參與相關的單章和刊文 如果有需要 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和醫生去談一談 然後才做決定 一經登記加入計劃之後 每位參加者有絕對的義務 按照指示完成西查程序 這樣才能夠獲得西查的最大益處